部落的教会 世界的光 除了学校 教会是我们最常去的地方 每到聚会时 我们都会穿最漂亮的衣服 星期六是安息日的聚会时间 星期日是展老会 和天主教的聚会时间 虽然我们的教会不同 但我们都一样爱上帝 教会内非常安静 每一个人虔诚敬拜 借着祈祷 我们将内心的烦恼告诉上帝 内心因此得到平安 牧师说 耶稣是光 我们是他的门徒 所以我们也要做世界的光 我认真的去做 每当我想说不好的话 或做不好的事 我就赶紧向上帝祈祷 求上帝原谅我 我认真的学习 尽力的表现 希望成为世界的光 为耶稣传福音 我希望上帝祈祷 我希望上帝喜悦 赐给我们平安喜乐 我们没钱上昂贵的才一班 但教会教我们许多的才艺 在教会学到的才艺 五花八门 阿兵哥的步操 结成的技巧 乐器的演奏 诗班的合唱 哇 我认真的学习 希望和大哥哥 大姐姐一样 成为主日学老师 弹奏出一首首快乐的诗歌 编出一首首精彩的舞蹈 还记得在学校办的一场音乐会中 我们对教会提供了许多精彩的节目 我感到好骄傲 牧师说 母语是上帝赐给我们最美丽的语言 所以不论唱诗歌或祷告 教会好像是我们的另一所学校 教导我们的才艺 也塑造我们的品格 最近主日学老师教我们唱一首很好听的歌 我很喜欢 每一次唱这首歌 知道我是那么的特别 我就很开心 我要把这首歌 献给世上所有的人 让他们知道 上帝也爱他们 今天世界为的美好 没有人能想你 上帝也走 你是宝贝 在世上 你就是唯一 我你是宝贝 若是宝贝 在上帝也走 没有人能去待遇 我你是宝贝 若是宝贝 在上帝也走 没有人能去待遇 我会让医院 なので 需要 否则